哈喽,欢迎来到碰碰 今天来教大家怎么玩跑马仔 也就是我们的广东麻将推倒壶 在过程里,我们可以随时碰牌和杠牌 但是我们不能吃牌哦 要获胜,你需要自摸或者抢杠壶牌才可以 那我们是没有牌型要求的 鸡壶,也就是平壶和垃圾壶都是可以壶的哦 在每位玩家开始之前,会收到同等数额的宠码 每一轮15分钟,每轮讲码就会加码 如果手上没有宠码的话,就会淘汰 最后剩下来的6名玩家就是我们的赢家啦 百搭牌,也就是我们的鬼牌 在手牌中可以代替任何花色牌和自牌 但是不能拿来碰杠哦 而百搭牌是怎么决定的呢? 是由所有的玩家抓完牌以后载一个骰子决定的 例如投出的骰子是1 那就是到手第一栋翻开来的那一张的下一张面值牌 就是百搭牌 例如说,我们翻开的是1桶 那我们的2桶就是我们的百搭牌 如果我们翻出来的是9条 那么我们的麻雀就是百搭牌啦 如果你集齐4个百搭 那你就直接胡牌啦 如果你胡牌的时候有百搭 那就再摸10张码 来对应甲码牌 看中了哪几只码 如果你胡牌的时候没有百搭 如果你胡牌的时候没有百搭 那就摸一只码 面值就决定你中了多少只码 例如你摸的是7条 那就说明你中了7个码 开杠就会马上收筹码 不过要注意如果自摸名杠的话 可能会被人抢杠哦 MA的独家规则 如果在第一轮 所有人跟着庄家打同一张牌 那么庄家就需要付每一个人筹码 另外如果我们打出三个骰子都是一样的话 这一局的筑码就要双倍哦 感谢收看呀 欢迎查看我们最新的旁白仔时间表 我们到时见啦